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看 三季度经济明显回升 从全球范围看 中国经济的表现也依然突出 我们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大家都能看到商品价格的这种实际情况 与全球通胀高企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的就业形势总体是稳定的 我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外汇储备保持在三万亿美元以上 当前大家从新闻当中也看到 我们实行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有力有效的支撑了重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另外我们经济社会薄弱环节 这种薄弱领域设备更新改造的支持力度 这方面的政策也在加大 在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带动之下 最近我们做了很多监测 就是我国的能源装备 石化装备 矿山机械 工程机械 数控机床 工业机器人 等重点设备的订单都在大幅的增长 这是非常喜人的 这些都为相关上下游企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可能把这些机遇都一一的摆出来 我感到呢 我也想说 在社会稳定 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中国 在我们实际经济生活当中 发展机遇 各类商机 真的是无处不在 未经许可, 吗 未经许可, 雙 dakika zijans 未经许可, 怎么办